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虽然大聽之下好像 这句话怎么这么残忍 可是一唱 就是红遍大街的小巷 到现在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 还是要回顾一下 当时爆红的情况 请传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当然对我来讲 唱这样子歌其实是有点障碍 然后就是 因为总觉得就是我们 以前玩乐团嘛 然后我们那玩乐团的歌 大部分都是觉得说 就是那种讲感受 摇滚话就是愤怒 或者是说一种耍酷的 那突然就是我出唱片 然后第一张 第一个歌是主打歌是这个 然后我当然心里面是比较 比较忐忑 就觉得为什么要用长相来去做文章 然后是不是也当成是一种噱头这样 似乎用这样子的歌名 是有点太过于就是说 太强烈了 炒作 炒作的噱头的那种感觉 但是效果真的很好 对 当然是没错 重点是音乐很好听 对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 那既然我们是做音乐的人 就是从音乐角度来出发 可是当然说上面又是觉得这是一个 觉得说他很有梗 现在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在当时的那种流行歌曲的 这个歌坛 大家都是想说是歌手 男歌手就是俊男美女 这个女歌手一定要漂亮 是一样的 我认为我们就用那种感觉 我们下午说就是一个 来到这种感觉 就会做到了 我们下午一回聊天 我们下午应该看 是一样的 我们下午的频道